光源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大家有过阴差阳错下造就一番奇遇的经历吗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部现代版灰姑娘的故事吧 声仓巧遇 2024年美国纽约 安娜此刻正在姐姐薇薇家中 对自己带来的一件艺术复制品 侃侃而谈其中内涵 姐姐男友罗尼却对此嗤之一鼻 艺术有什么用 你的艺术史硕士学位能当饭吃吗 你现在不还是穷光蛋一个 要寄居在你姐姐薇薇家里吗 罗尼嫌弃安娜的存在 打扰她与爱人的美好生活 尽管安娜和罗尼居里力争 自己目前在界内著名的欧文斯拍卖行培训 未来前途无量 但她也很清楚 如果不努力工作 经济困境不会得到任何改善 安娜在上班路上 看着账户里仅剩的124美元 安安发誓 今天一定要在拍卖会上 让总监克莱尔刮目相看 然而她刚走进拍卖行 好友艾米就到吸一口凉气 因为安娜的白衬衫上 不知何时 竟染上一块咖啡乌子 安娜顿感天塌 在卫生间拼命搓洗 要知道负责今天拍卖会的克莱尔 是出了名的完美主义者 可她最后还是没能搓洗干净 幸亏乌子在后腰处 安娜只能和同事一字排开 安安祈祷好运降临 此时 克莱尔带着两名助理终于抵达 她挑剔的眼光扫过去 瞬间清掉几个不合眼的同事 安娜本以为逃过一劫 结果一转身 还是被克莱尔的火眼金睛发现 于是克莱尔毫不留情地安排安娜 去负责一些无足轻重的场外活动 这让安娜分外沮丧 她一直渴望有间属于自己的画廊 可纽约的梦想都太贵 安娜本将这次拍卖会 当作是一切的起点 然而现在 她只能和艾米坐在办公室里 聊些家常里短 可天无绝人之路 安娜翻看拍卖手册时 突然发现不对劲 有副作品明明是丙细化 手册上却称其为油画 这对拍卖行来说是严重事故 但对她来说却是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 安娜立马留进拍卖现场 向克莱尔指明错误 顺利挽救一场危机 拍卖结束后 大发雷霆的克莱尔在会上开调负责员工 临走前又不忘表扬安娜 可她能给的奖励也仅仅是一句 干得好 安娜的钱包余额没有增长 寄人篱下的窘境也没有改变 这让她一时有些迷茫 如果拍卖行的培训结束前 还没有做出什么大成绩 自己就只能迫于现实 放弃梦想 回到乡下老家 然而复出总会带来回报 四日清晨 安娜被一阵急促铃声吵醒 她迷迷茫茫睁开眼 可在听听来人后 瞬间打了个机灵 原来昨天安娜的表现 给克莱尔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 恰逢拍卖行伦敦分公司出事 她便让安娜和自己 一起飞去伦敦处理事情 挂断电话后 安娜开心的一蹦三趾高 这对自己来说是个宝贵机会 她一定紧紧抓住 一鸣惊人 维维和罗尼也十分激动 因为终于没人能打扰 他们的二人世界 安娜紧赶慢赶 终于抵达机场 可迎接自己的 却是克莱尔的两个助理 两人把她当作丫鬟使唤 大剑行李一股脑全丢给安娜 办理直击时 还嫌弃她不够速度 安娜考虑到自己人为言轻 便默默忍受那些刻薄话语 可轮到她办理登机时 助理苏泽特又拦下安娜 原来她真正的班子 被安排在四小时后 他们只是需要个拿行李的保姆 才把安娜早早喊来 等到助理与克莱尔先行离开 安娜无奈返回吧台 而他们以止气势的模样 早就引起工作人员不满 她在看见苏泽特给安娜的位置 居然是精气舱最拥挤的厕所边 工作人员果断帮她免费升舱 安娜这辈子都没想到 自己有天能进入头等舱休息室 她立马把各类服务体验了个遍 然而安娜作为服务苏泽特二人的第三助理 就连休息时 也要协助他们处理工作 没曾想 她一个不留神 装上身后的男人 安娜手里的鸡尾酒 撒在对方的高档衣装上 吓得她顿时慌张起来 好在男人只是皱眉离开 并未让安娜赔偿 安娜以为那只是个插曲 并未放在心上 一上飞机就忙着用手机到处拍照 这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熟悉嗓音 让她有些吃惊 刚刚撞到的男人座位 居然就在自己身边 落座后 男人也发现了安娜的存在 内心不由得安叹巧合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她主动和安娜攀谈 安娜这才得知 男人名叫威廉 来纽约是为面试工作 而她现在回伦敦 是为给母亲过生日 安娜称自己在纽约的拍卖行工作 伦敦分公司 如今需要纽约的总监前往救援 结果威廉误以为安娜就是总监 安娜大笑两声 却并未出言解释 她突然觉得被误会成总监也挺好 因为威廉要知道自己只是个小助理 肯定懒得再多说 安娜十分享受威廉的赞美 便决定让这份错误带来的虚荣感 再多持续一会儿 反正一下飞机 他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二人在飞机上一见如故 一直聊到深夜 还嫌不够尽兴 然而在飞机落地前 空城找安娜要她拿走的调料瓶 这让安娜一时有些尴尬 一旁的威廉更是忍不住笑出声 安娜明明是知名拍卖行的总监 私底下却会做出这种孩子气的举动 如此真实的她 令威廉心中逐渐生出好感 刚抵达伦敦 安娜便准备去卡尔森酒店报到 因为克莱尔就住在这家高档酒店 这时威廉母亲凯瑟琳出现 她以为安娜是儿子女友 热络打起招呼 尽管威廉及时解释误会 但凯瑟琳还是对嘴甜的安娜 表现出极大的喜爱 在得知安娜要去卡尔森后 顺理成章以为她就住在那里 提出要送她一程 安娜见谎言越编越真 也没再解释 而是朝着错误道路一直走下去 在车上 曾身为知名演员的凯瑟琳 在得知安娜从事艺术相关工作 更是对她赞不绝口 他们谈艺术 谈人生 彼此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 抵达目的地后 凯瑟琳还主动要了安娜手机号 威廉也和她相约 有空一起逛逛伦敦 安娜保持微笑和他们告别 见车子走远后 才慌忙冲进酒店 找克莱尔报道 结果克莱尔又要飞去罗马的分公司 解决突发状况 所以在她明天回来以前 伦敦事务只能暂由安娜三人处理 克莱尔拿出一本厚重的拍卖品档案 吩咐安娜对里面的内容进行估价 糟糕的是 安娜发现刚刚把电脑落在了车上 而她还来不及喘口气放行李 又要马不停踢跑去伦敦分行开会 安娜气转吁吁走进会议室 公司总裁阿诺德 在会上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封藏数十年的布罗威尔藏品 如今被她的遗说拿出来拍卖 这势必会是一场隆重的拍卖会 她特意请求克莱尔与巴黎总监杰拉德 带人一起参与这次活动的举办中 会议结束后 苏泽特与雷尼带安娜去她的办公位 而二人之所以会带有敌意 是害怕安娜会取代他们 在克莱尔身边的位置 毕竟阿诺德退休后 克莱尔就是下一任总裁的最佳人选 安娜解释自己无意争夺岗位 只是想等培训结束后 开一家画廊 可雷尼二人并不相信这番话 他们最终抵达一处脏乱狭小的房间 而这里就是安娜的办公地点 至于她的住宿环境 也与这里相差无几 下班后 安娜穿过昏暗偏僻的小巷 终于在角落里 找到苏泽特给自己盯的旅馆 雷尼二人用尽各种手段来个应她 但机会来之不易 安娜选择全部忍下 此外 眼下还有个更严重的事情 凯瑟琳邀请安娜晚上参加生日拍对 可能又不是真的总监 难免会感到心虚 安娜不敢想象 谎言被戳穿的后果 好友艾米却觉得无伤大雅 她却安娜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毕竟凯瑟琳当初要是知道 安娜只是个无家可贵的小助理 这种上流人士绝对不会在她身上浪费任何一个眼神 最终安娜还是怀揣忐忑 推开凯瑟琳家大门 她在看清里面宫愁交错的场景后 突然萌声退意 只想取回电脑赶紧离开 凯瑟琳却热情迎上来 紧紧挽着安娜胳膊 随后喊来儿子威廉作伴 正当威廉与安娜相谈甚欢时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打断他们的交流 而安娜看清来人后 立马露出崇拜的神色 这竟是她最爱的艺术家朱利安 而安娜对自己作品的独到见解 也让朱利安大为欣喜 她仿佛终于找到知音 心中中拉账安娜和威廉一起 喝了一轮又一轮酒 就在安娜全身心沉浸 与这场上流人士的派对时 一通电话的闯入 将她拉回现实 苏泽特应克莱尔要求 必须买到众夏业之梦的话剧门票 然而门票早已收清 她正四处联系渠道弄门票 所以手头工作只能全部交给安娜 苏泽特不等她拒绝 吩咐完毕后直接挂断电话 安娜本来就繁重的工作 还要再添一笔 让她顿时没了放松的心思 拿上电脑就要回去工作 而安娜突然想起 以凯瑟琳的地位 也许能搞来门票 便尝试提起自己没买到票的苦恼 而结果也如她所料 凯瑟琳当即大手一挥 表示威廉明天就能把门票送到安娜手上 安娜见状不由暗自窃喜 其实她根本不把雷尼二人的针对放在眼里 她只想给克莱尔留下个好印象 安娜见问题解决 起身就要跟着威廉去拿电脑回去 可凯瑟琳似乎还很舍不得她 非要带安娜去书房坐坐 再放她离开 而安娜一踏进书房 看着墙上琳琅满目的大事争取 不由替凯瑟琳惋惜 她居然把这么多真品 随意挂在一个无人踏足的书房 凯瑟琳解释道 这些是前夫留下的遗产 她觉得画面太阴暗 留着不讨喜 才将其封存 安娜却认为这组画作 每一幅都在描绘爱情 里面包含了她前夫的深圳爱意 凯瑟琳从没想过 前夫居然是这个意思 脸上当即露出动容神情 同时再一次为安娜的专业水平 而大家赞叹 这时威廉拿完电脑推门而入 她趁势向母亲介绍 安娜拍卖行总监的身份 朱利安顺势问起是哪一家 安娜顿时吱吱吱起来 半天才含糊吐出一个 欧文斯 凯瑟琳顿时激动起来 因为欧文斯 正是她委托处理这批画作的拍卖行 安娜也在震惊中了解 凯瑟琳姓布罗维尔 拍卖行近日筹划的那个大项目 就是她提供的生意 可相比于凯瑟琳的高兴 安娜只能起出一个苦涩微笑 她没想到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 更令安娜惊慌的是 凯瑟琳居然决定通知阿诺德 换掉克莱尔 让她负责此次拍卖 安娜顿时一个头变两个大 自己现在是真的骑虎难下 只能不断用谎言 去弥补另一个谎言 她强装镇定 谎称自己在克莱尔眼中 是个狂妄的年轻人 为了不引起冲突 安娜希望凯瑟琳还是别让总裁换人 而她的精湛演技骗过了凯瑟琳 凯瑟琳最终答应请求 但作为补偿 她希望安娜明晚 能陪自己一起出席 南岸中心举办的艺术展 安娜发现事情正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万一现场来宾 有人认出自己怎么办 可她没办法拒绝凯瑟琳的好意 于是安娜只能借口 协助拍卖会的举办十分秘密工作 拜托她尽量避免和周围人提起自己 第二天上午 安娜窝在狭小空间里办公 威廉传来简讯 约得出来拿票 安娜到达约定地点后 发现威廉正在训练一支儿童足球队 这样健康阳光的形象 令她忍不住心神荡漾 于是安娜拿到票后 便答应今晚做威廉的女伴 威廉这才与她一一不舍告别 可安娜来伦敦不是为她恋爱 克莱尔今天就要反正 自己得在她面前挣个好形象 于是安娜没回自己的破屋办公 而是闯进雷尼二人办公室 正好遇见克莱尔归来 对着没买到票的苏泽特发难 安娜便掏出准备已久的票根 在雷尼二人气急败坏的眼神中 享受克莱尔的赞赏之词 而克莱尔之所以这么想要拿到票 也是为讨考自己的上司 他想让阿诺德在退休前 任命自己接替总裁之位 克莱尔毫不掩饰地 向巴黎总监杰拉德 展示自己的野心 这场总裁位子的角逐中 他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 可另一边 对于渺小的安娜 眼下难题却是接踵而至 他根本就没有合适出席艺术展的玩礼服 出发时间在即 安娜将目光投向克莱尔 吩咐自己晕烫的高定服装 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他脑海中 安娜最终偷穿了克莱尔的高定 在威廉惊艳的目光中 女的手玩手走进画廊 这时朱利安叫走威廉 凯瑟琳便趁势拉走安娜 向他诉说心中的伤感 原来安娜昨晚对画作的解读 让凯瑟琳看见前夫柔情的一面 也激起他心中的怀念之情 安娜看着凯瑟琳通红的眼眶 心中也随之泛起悲伤 身后记者突然喊两人回头 快门定格了安娜与凯瑟琳 并肩而立的场景 安娜这时却看见克莱尔和两名助理 正朝宴会走来 安娜不敢想被戳穿的后果 深知此地不宜久留 便谎称身体难受要回去休息 随即非一般地冲出宴会现场 而他却不知这张记者拍下的合照 就是最大的隐患 威廉出于关心连忙追出来 安娜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便再次改口 称自己经常出席宴会 由于厌倦这种场景才导致不适 但现在身体已经恢复 两人便决定跑去酒吧放松 夜色逐渐深沉 安娜明日还要工作 便率先提出回酒店 两人漫步在伦敦街头 晚风扬起安娜的长发 也吹乱她的心壶 他们最终在卡尔森门口站定 安娜痴痴望着威廉 心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就好了 如果自己真的是从前 如果自己真的住在卡尔森 可是没有如果 而他也不知这场梦究竟何时会醒来 安娜只希望这一天能来得晚一点 分别前两人情不自禁吻在一起 而自射完以后 安娜也开启了与威廉的约会日常 他们的感情日渐升温 而安娜在恋爱的同时 还不忘高校完成克莱尔交代的各项任务 这让克莱尔投来的眼神中 包含越来越多的肯定与赞赏 这天安娜与威廉照例约会 她想知道威廉当初为什么愿意放弃 伦敦优渥的生活条件 跑去纽约找工作 威廉自小就在名利场上穿梭 她看过太多人 为了钱与权 不惜利用身边人的丑恶嘴脸 就连母亲也是这种人 威廉讨厌这种生活 但安娜和那些为了名利的虚伪之人不同 她是如此真实 明明那么富有 却还是保持一个纯真的心 会偷偷藏胡椒瓶 会和自己大笑大闹 可威廉的一番告白 让安娜感到莫大的压力 因为她就是个骗子 第二天一早 安娜会拍卖行工作 听着苏泽特吹嘘 她昨晚与威廉搭过话 这时克莱尔从屋外走来 她没理会两位助理 反而主动和安娜打了声招呼 喊她进办公室 雷尼立马投来幸灾乐祸的眼神 因为克莱尔此举 往往意味她要找麻烦 安娜忐忑跟进办公室 而克莱尔张狗第一句 就是称自己最近了解她在干嘛 安娜一颗心吓得快要跳出嗓子眼 以为她与威廉约会的事情被发现 结果克莱尔只是说 注意她最近都在努力工作 这让安娜顿时松了口气 克莱尔认为安娜有韧劲 也很聪明 是个可诉之才 于是向她承诺 等自己接手公司 安娜的付出一定会得到回报 这时 雷尼推门 称凯瑟琳来电 安娜时去退出办公室 而那通电话 却让公司高层满面愁云 克莱尔更是怒不可遏 原来凯瑟琳称自己 对这些话产生了不舍之情 于是决定取消委托 快到嘴边的大单子突然飞走 这不仅是拍卖行的巨额损失 也是克莱尔职业生涯的败笔 克莱尔 美瑞察觉有人 在凯瑟琳面前 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在阿诺德面前立下军令状 保证自己一定会解决此事 而凯瑟琳率先要做的 就是找出这个影响拍卖的罪魁祸首 他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苏泽特身上 苏泽特连忙摆手 称他与威廉聊天的事情 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 正当拍卖行上下一团糟时 前台告知安娜 有一个叫威廉的人在等他 安娜瞬间大惊失色 他绝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认识威廉 否则凯瑟琳取消拍卖的真正原因 就会被找到 安娜慌张拉走威廉 他觉得这种关头 威廉就是在给自己添乱 安娜忍不住将拍卖取消的怒火 转移到他身上 而威廉本想分享自己 拿到纽约工作的好消息 可安娜指责的言语 如一盆冷水 当头泼下 他突然间有些心灰意冷 原来安娜从头到尾 都是在利用自己吗 当自己帮不了安娜的忙时 他就会立马抱怨愤怒吗 威廉讨厌这种被利用的感觉 于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安娜渐心思被曲解 心烦意乱地回到拍卖行 却发现周围人 都在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他点开手机消息 发现伦敦邮报竟然报道 那晚自己与凯瑟琳的相处过程 曾埋下的定时炸弹 终于在此刻爆炸 而安娜也被炸得粉身碎骨 阿诺德立马喊他来召开会议 克莱尔没想到安娜会这么大胆 不仅掏穿自己衣服 还敢冒充自己身份 左右拍卖进程 他不想知道这一切起源于误会 他只知道安娜的谎言 使得拍卖被取消 阿诺德当即吩咐保安带走安娜 将他从公司中除名 安娜深知自己要为谎言付出代价 梦想就此破裂 美梦也终于走到尽头 他灰溜溜收拾行李 准备回姐姐家 结果罗尼却告诉他 他们养了只大型犬 如今这个狭小的依居室 根本没有安娜的容身之处 安娜发现自己已经走到绝境 左倾鼓起勇气 敲开凯瑟琳家门 向他坦白 自己只是个岌岌无名的小职员 现在因谎言遭到开除 而安娜之所以一直不愿坦白 是因为他发现 这一周伪装成总监的自己 获取到的资源 要比过去一年多得多 可连安娜惊讶的是 凯瑟琳只有在得知真相的一瞬 眼睛里闪过一丝震惊 随后竟为他的演技鼓起掌来 但凯瑟琳不是出于嘲讽 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他也决定是时候 向这个被蒙在鼓里的可怜女孩 坦白自己的计划 原来凯瑟琳取消拍卖 和安娜没有任何关系 所谓的不舍之情 全是托词 他只是想代价而沽 让拍卖行降低抽成 从而获得更多利益 凯瑟琳利用了安娜 却没想到会害对方丢掉工作 他很喜欢这个大胆的女孩 便决定带着安娜 重返拍卖行 洽谈委托 凯瑟琳称自己能回心转意 全都是安娜的功劳 于是任命安娜 代理自己管理拍卖 随后和朱里安潇洒离去 安娜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拍卖行的座上宾 安诺德对她的态度 立马180度大转弯 不仅决定让苏泽特 让出办公桌 而且对她所有的要求 全部满足 安娜也并不贪心 只是在着手办理拍卖前 有个人必须离开团队 安娜环顾一周 宣布这个人 就是巴黎总监吉拉德 吉拉德本事不大 腰疯不小 放这种人在队伍里 只会影响团队任务 而克莱尔看似严厉 但安娜很清楚 她一路来的付出 她很佩服克莱尔的努力 克莱尔也原谅了 安娜之前的冒充 两人相视一笑 而经此一意 朱里两人不仅不敢再刁难安娜 同时也很感激 她能不记仇 两人对安娜的态度 大为改观 拍卖会最终如约举行 凯瑟琳的藏品 最终以1.4亿英镑成交 总成交金额 高达惊人的2.5亿 这是欧文斯拍卖行 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金额 凯瑟琳有了钱去买海边别墅 安娜的实力得到认可 而克莱尔也被证实任命为 下一任总裁的人选 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时去 可还有一个人 安娜始终放心不下 那就是前几天征兆过后 再也没出现的威廉 回纽约的飞机 还有三小时启程 安娜特意去足球场上 找到威廉 向他道歉 挽回他的心 尽管自己伪装了身份 但对威廉的感情 从未掺杂任何虚假 尽管那些甜蜜的过往 刻在威廉的心间 可他始终无法接受被欺骗的事实 威廉希望有机会认识真正的安娜 但他目前心里憔悴 无暇处理这份感情 安娜只得失落坐上回纽约的飞机 这一次他理所应当坐在了头等舱 而身侧的座位却是空空荡荡 不见威廉踪影 六个月后 安娜凭借自己的努力 终于在纽约这片寸土寸金的地界 开了属于自己的花廊 克莱尔特意抽空前来祝贺 只是周围再多人的赞美 都无法填补安娜内心的空缺 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人 始终没有出现 等到宴会结束 安娜送走客人 一转身 却在桌上发现了胡椒瓶 威廉最终还是选择了她的身边 他们彼此相望 眼中满是对彼此的思念 至此 安娜欣赏最后一块空缺 也终于补齐 全片完 《升仓巧遇》是2024年美国剧情片 主要讲述安娜跟随上司 去往伦敦拍卖航工作 结果在飞机上 与英俊富有的威廉结石 最终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故事 故事轻松幽默 结局也皆大欢喜 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品剧 影片里的两个助理 很像《灰姑娘》里的两个姐姐 不过克莱尔要比继母好许多 虽然要求严格 但是有自己的追求 但埋在喜剧下的 还有残酷的现实 安娜坦白后 凯瑟琳根本不见生气 是因为他们并不在乎真话假话 只要不妨碍利益 无所谓怎样都行 而安娜之所以会沉浸在谎言中 无法走出 也是因为她的谎言 带来了太多实质性利益 售清的门票 订不到的位子 微连一句话 都能帮她轻松搞定 贤与权自乎才是这个世界的通行证 好在最后有份真心 来温暖这个冰冷的世界 影片里安娜最终开上了画廊 而她是否能与微连长久走下去呢 欢迎多多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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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